很多人想要透过这个旅游来学学英文 可是我们就要来看看在台北有这么一位傅小姐 计划10月份到美国留学 特别找了知名的代办中心 也花了46万元参加留学课程 但最后却是弄得一肚子气 因为代办中心竟然没有把她申请到美签 就连保险都是她出发前一天 都还迟迟没有下落 讲到找代办中心的过程 傅小姐还是气愤难消 本来开心要到美国留学 想不到权益签证和保险问题 搞得一肚子气 让她直呼真是找错代办中心 我明天要出国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保保险 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 他跟我说你自己去外面保 我说那如果我在坐飞机到美国 这段期间我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要负责吗 他们就说你赶快自己去外面保 傅小姐越讲越激动 本来计划10月去美国留学深造 8月找代办中心审办相关手续 总共花了46万 没想到代办中心没帮上忙 美前职业栏没有提醒勾选学生 导致她签证没过 更夸张的是10月8号就要出发去美国 到7号保险都没办妥 傅小姐气不过 诉诸媒体 代办中心才紧急帮她审办 他们那边都没有白子黑字写清楚 他们也没有契约 也没有合约 也没有告诉我说 他们其实是有收代办费的 他今天保险 他不想要额外再付一个汇款的费用 所以希望我们来付这个汇款的费用 所以我们也答应了 那就是汇款的费用由我们出 可是事实上保险好几天前 我们就已经下来 请他确认他要不要保 面对镜头代办中心拿出文件自清 强调没多收取一毛代办费用 是因投诉人不愿意缴保险汇费 保险才会下不来 签证也没办法保证 可以百分百通过 不过投诉民众当初可是花46万 参与这家留学公司的留学课程 收钱却没善进帮忙申请美签 恐怕还是难逃失职疑律 中文新闻 陈建雄胡卫婷 台北采访报道